南投县竹山镇锐龙瀑布园区 在地方的期盼之下 终于在2月13号剪彩正式营运 为了维持竹山第一美铺的自然美景 县府要求采用自然工法兼顾瀑布景观 让瀑布美景呈现在众人的眼前 县长林明珍亲自剪彩 邀请大家在春节期间 来竹山走春官瀑布平民过新年 经历921地震逃之台风 之后还遭遇火灾的破坏 但是在县长林明珍 以及当地民众的支持下 竹山锐龙瀑布园区终于完工 由竹山第一美铺之称的锐龙瀑布 正式呈现在众人眼前 这个点是非常漂亮的 是来自于大自然的环境 整个环境都没有受到多大的破坏 我们都尽量的维护大自然 让大家深受大自然是这么美丽 这么漂亮的 所以欢迎各位新年期间 回到南头来 一定要带来观赏锐龙瀑布 经过几番的副作 终于重新开放了 因为这个过程中 很多我们中官帮我们帮忙 所以说我们可以在一区一区的 这个工程中间 在经位也好 人力也好 来给我们支援 未来我们的敌山 当然也包括在南头岸 我们就去一个很好的景点 剪柴 财母仪式由县长黎明珍主持 先议员蔡仪柱 吴瑞芳以及地方士生 也都到场观礼 为了保持原始景观 县府采用自然工法 重新设计瑞龙瀑布园区 让人更亲近大自然 享受负离子 让游客在西头日月潭旅游之外 有多了一处好景点 水龙婆婆的特色 就是一个圆压地 因为这里你看都没什么开门 也没有人住在这里 这可以说 穿风代表台湾圆压的水 所以说 重点呢 我们也要说 水龙婆婆的开航 可以索解到 我们如果要去厅头 买多少钱 因为打车 或是要操约就打车 你就来这铁头再端定 它的交通也都能划到的 很方便 时间也没有浪費 很多 看的都是台湾 原生原压 很壮观 因为它有两层 所以就感觉有这种层次 这样 蛮漂亮的 就是很凉 来这边的话很舒服 而且步道不远 来回 其实才不到一个小时 走起来是很舒适的 以前是有步道是做好了 可是就是没有观景平台 要走到溪底 这样子 现在就是做了一个观景平台 就是看部会更方便 为了营造竹山地区的观光亮点 县府打造竹山瑞龙瀑布圆区 从即日起正式营运 春节期间也欢迎民众到圆区游玩 享受芬多金负离子的熏陶 放松身心 快乐迎接新的一年